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嘿 是 你好 你好 是 珍惜每一天 對 嗯 然後今天天氣也很好 希望大家都心情很好 一樣快要到過年了 教大家做菜 年菜系列 這一道其實還不是年菜系列 我還想說這一道算不算 一道就是小菜 沒有沒有 我們會有年菜 但是不全然都是 真的 這一道就是屬於那種 家常小菜 小草 但很多人喜歡 對 這麼簡單啊 對 這個那個我們李大廚偷來 不是 好 菜名叫什麼呢 屎椒 草 花 閣 屎椒 對 豆氏 花 椒 草 花 閣 屎椒 草 花 閣 屎椒 草 花 閣 屎椒 草 草 花 閣 屎椒 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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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這道菜的話聽起來就好像是那個 小草店 海產店常常在那邊快炒 它其實是在 這道菜 花 閣 很多人聽到花 閣 是什麼花 閣 其實這是 廣東人的稱呼 不是因為它殼上有花樣就要做花樣 對 是這樣 但這是廣東人的稱呼 這個東西 等一下跟你講啦 這個東西 就只會 就問你一下 我就介紹食材啊什麼的啊 你集什麼關鍵都還沒介紹 你今天很忙欸 你火車要拚幾點啊 趕飛機喔 好啦 我們把這一道好菜的關鍵先告訴大家 好 小火燜炒不加水 鮮味才足 小火燜炒不加水 鮮味才足 對 海鮮嘛 對不對 好 不要用小火 等一下怎麼做 老師示範給你看 來看準備哪些食材 好 這個是薑末 蔥段 米酒 蠔油 這個是豆瓣醬 這個是我們一般黑的豆瓣醬 這個是蒜末 辣椒末 豆豉 還有我們的花葛 其實花葛在我們台灣習慣稱呼它 就叫做它海瓜子 海鬼祭 海瓜子就海瓜子咩 對 可是我是講過這個菜名就是 你看到菜名就是 只要是炒花葛 會叫花葛的 只有廣東人 香港人會叫它花葛 真的喔 誰會叫它花葛 不會 我們都叫它海瓜子 對 我們叫它海瓜子 那麼廣東人他們就稱之為花葛 花葛 所以只有廣東 香港稱為花葛 對啊 看這個菜名就知道是香港人 你到香港的大牌檔 草果花葛 草果花葛 日本的花葛 人間 人間 廟口 對啦 對不對 對啦 對啦 也就變成是廣東人了 對不對 對啦 好 這就是我們的市郊草花葛 好 很多人買這個海瓜子 或者這個叫做花葛 回來之後 保存是個問題 張軍 請問你一下 你買回來 如果你沒有馬上用的話 要不要吐殺 先不要 然後呢 要做的時候再來給它吐殺 再吐殺 吐殺怎麼吐殺 泡在水裡面 很好 那麼你保存怎麼保存 保存的話 連塑膠袋一起留在冰箱裡 然後 對啊 就是連塑膠袋 然後呢 有沒有需要做什麼動作 你在 不用齁 跟各位講齁 很多人回來 急著要泡水讓它吐殺 各位 這玩意兒啊 您不能泡在水裡面吐殺啊 蛤 你不泡水還好啊 泡水就死了 他死了 他死了 泡水他就死了 所以 一般我們保存的時候 回來 不是說拿回來 塑膠袋就把它丟到冰箱 不是這樣子 不是喔 拿回來 塑膠袋裝起來沒有錯 但是 轉緊 不要有空氣嗎 不要讓它有機會打開 不要讓它打開 強迫它關閉 你懂我意思嗎 就這樣子 你用塑膠袋 緊緊的把它這樣子 包住 繃起來 把它這樣轉緊之後 這樣子保存 它才不會開口死掉 你找塑膠袋對不對 對 幹嘛不拿塑膠袋示範 好我請注意要拿個塑膠袋 示範給各位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 很多人買回來都以為說 買回來 吃的水裡面 跟蛤蟆跟蛤蟆一樣 這樣子 在這裡還換的 應該都是 七兩三天 哇不是這樣子 不是這樣子 來 不是喔 這個我必須跟各位講 因為過年期間市場休息 很多人想說 唉唷 我買來 初二回娘 那個女兒回娘家的時候 我來炒 我女兒很快吃這個 你買回來 不可以冷凍 冷凍之後那個肉 它會脫水 那肉 更難吃 所以你買回來 應該這樣子 像這樣子 鎖緊 這樣轉緊 準喔 準喔 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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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讓它緊緊的 讓它沒有機會 開口 閉嘴就對了 對 放在冷藏 這樣子 你到時候初二 你初四買 初二潮 那個就好像剛好起來 好像現樓 媽媽 請問家閉嘴它不會死掉嗎 不會 它閉住的時候 反而死不了 即便它死了 那個肉 並不會 並不會說 壞掉或者是臭掉 對 你如果冰個三四天都沒有問題 這樣子冰三四天沒問題 可是如果你泡在水裡面 不用三四天 大概兩三個小時就有問題了 就泡在那個水裡面 你想不到喔 我本來也是那麼認為 市場裡它不是都浸在水裡面嗎 那是鹽 那是海水 如果你在那種 你如果在傳統市場看 放空洋 你在傳 不行 你在傳統市場看它一定是乾的 它不可能泡在水裡面 對 傳統市場 一定是乾的 不可能泡在水裡面 它只要泡在水裡面一定死 那你只有在那種 漁港啊 看到它是泡在海水裡面 然後打空氣 打空氣 打空氣 而且它還是海水對不對 對 記住好你這樣子 真的 把它這樣收緊 收緊 然後這樣鎖起來 反正就是要給它自洗 不要有空氣也不要有水 不要讓它有幾乎 不要讓它自己打開 強迫它閉嘴 我 那我這樣用張軍 應該也能講過他 剛剛有個UB要給你套頭的 來 好 這個就是 瞭解了 順便告訴各位因為 你說不知道 對啊 在我們節目很多收穫的 而且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知道的還真的是不多 那後來你是誰知道的 你說你以前也不知道 我後來去問這個批發商 我說我要保存怎麼保存 他在教我 批發商告訴你 他說 我們三個要洗的時候 叫我別人打 那是你問我才跟你講 最好洗 最好洗 最好洗的 大家都洗了了 來 好 這邊開始 我們要來操作了 都是對不對 都準備好了 都是我們先把它洗一下 這要洗喔 不是說下去變一下 通常 它切碎會比較好吃 你整顆的很難吃 整顆你吃到一整顆是不是很難吃 而且沒那麼香 太大顆 來 把它表面的鹽分洗掉 還有很多人不知道 算了 不要一次教太多 我總要留點東西以後教 不然全部教完了 以後沒人教了 跟次講的 對 好 好 都是我們把它 切碎 把它 剁碎一些 第一個 炒比較香 第二個 切碎一些 比較能夠分布均勻 對嗎 好 第三個 這樣子 慢慢把它切碎的話 比較能夠 把時間拉長一點 我想你還有三個 我剩一個 你知道嗎 杜嘉倩前兩篇 他說他要跟老師學習 我說學做菜 他說不是 學老師怎麼樣 有很多話把篇幅塞滿 他說他佩服你 喔 說話 是一門藝術 是一門藝術 你不能說只是這樣子鬼扯 你一定要言之有物 像我 你看我每次說的話裡面 都富含人生大道理 您不覺得嗎 怎麼突然覺得我們節目變心海 裸盤 好 把它切碎洗一下 把表面的鹽分洗掉 我們切碎 這道菜我們油要稍微多一點點 你會想到這個需不需要吐沙 我跟各位講 你吐不出沙來的 他啦 為什麼 我當然吐不出沙來 我怎麼吐得出沙來 加油 事實上他是吐不出沙來的 因為他沒有什麼沙 吐得出象牙就不錯 比較多一點有嗎 好 太多了 你弄那麼多幹嘛 少玩這一招 好來 我們把我們的這個 豆豉下來 這比較多的一些些 薑末 蒜末 太多了 辣椒末 好來這邊我們稍微小火把它 關鍵是不是 小火燜炒 沒有啦 不加炒這個 如果你到餐廳裡面 或者是那種大排檔 他們為了炒的速度加快 他們會把這個蛤蜊 過油 或者是穿燙 過油其實比較不好 過油 我比較不認為過油是正確的 為什麼 一下就熟了不是嗎 不是熟的問題 因為這個很容易 油會藏在上面 在殼上面 所以你過油的話 過油的話 太多油了 你炒起來整盤都是油 那麼你穿燙 可以 你可以把它穿燙 那麼 穿燙的話 因為它的味道 它裡面的那個 湯汁味道是非常鮮美的 嗯 這樣很浪費 為什麼 因為在穿燙過程的時候 它會打開來 打開來 就汁都跑掉了 對 但是我們在餐廳裡面 因為趕時間 都是這樣子 可是這明明很快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直接炒 炒到它的熟 而要先做這些 因為它要開不容易開啊 因為它要開不容易開啊 那你剛剛又說到了一點 這個不要去泡水 對 讓它吐沙 因為它吐不出沙來 是不是 對 我請助教給我這個蓋子好嗎 好 這邊 把它稍微炒香 爆香之後 就把我們的這個 直接 下來 放下去 豆瓣醬下來 我們今天就是用一般的黑豆瓣醬 對不對 對 蠔油下來 然後酒下來 這邊 把火關小了 我會這麼做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要用小火 把它這樣燜一下 它的蓋子就很快打開 很快熟了 它不應該去放太多的水 或者是不應該把它汆燙 這樣子 水不要多 這樣就好了 好 這個蛤蜊 你不用 一直拼命這樣翻它 這樣翻它是沒有用的 因為為什麼 你不會因為這樣子翻它 而讓它比較入味 而讓它 比較快 開蓋 不會嗎 你利用蒸氣讓它開蓋 就好 會好一些 加一點點糖 好 看著 對啊 外面都要在地炒在地拉 對啊 外面也是塞油 中間也是在地拉 因為他們的火比較大 你也沒有在地拉的它會燒焦 所以有時候 你說 哎呀這樣子 快速翻炒才好吃 也沒有比較好吃 其實你炒菜 快速翻炒 只有會讓你的手比較酸而已 但是為什麼師傅要 欸對不起 衝旺的放 那麼為什麼師傅要這麼做呢 因為 它火比較大 它不這樣翻炒的話 很容易燒焦 那不是火開大 跟它一樣這樣快炒啊 這樣快炒不會比較好吃啊 那師傅那邊是因為他們的爐子 火就是這麼大 對而且量也大 鍋也大嘛 對啊 你注意看啊 馬上就開了喔 所以我們比較簡便的方法是 蓋上鍋蓋來悶 反而它會容易打開了 其實這樣才是正確 你只要知道它的 道理 對道理在哪裡 為什麼我要這麼做 原因是這樣子 那你就知道說 那我們蓋上鍋蓋 這樣它悶是不是比較快 快速也對嘛 有啊 剛剛已經看到有幾顆這樣 好 你這邊可以偶爾轉一下 轉這個是真的有用途嗎 有啊 因為你想看清楚 這樣比較不會無聊 我知道 你講不出什麼 好 開了 開始變開了 看到沒有 開了 是不是 是 就翻炒一下下 就好了 用這種方式 你炒菜 其實就不會那麼辛苦 你要一直在那邊翻啊 炒啊 幹嘛 變得多啊 沒得好吃啦 也是喔 你只要蒸氣讓它均勻 它就是要蒸氣 要就是要那個熱 讓它開蓋 你不會因為你多翻兩下 開得比較快 也不會喔 好 來 那翻就會讓它味道 炒這個裡面 對 你這樣子 好 開了之後你再翻 它沒開的時候你翻沒有用 你現在開了之後翻 它味道就勻了 這個時候 都已經開了之後 大部分開 你不用等它說 要一定要一顆不開就不行 前開 也沒有必要 它其實都已經熟了啦 好 一點太白粉水勾芡 它開了應該就熟了 火關掉 香油 味道很強 濃烈的 你看看 有這個豆豉也是味道重的 然後我們的那個 來 是花椒嗎 沒有花椒啊 我們的什麼椒 辣椒啊 很多人炒這個蛤蟆 你都不知道該怎麼樣讓它開蓋 看到沒有就是這樣 這麼容易讓它開蓋 而且這樣子 我跟你講還剛剛好熟喔 這樣剛剛說到熟的問題對不對 剛剛好熟 這個東西怕太熟 老掉 變成 肉會補去 那個肉會扁掉 會乾扁掉 這樣子 變成蠻乾這樣 對 這樣子剛剛好的熟度 對 老師剛剛說不用等到全開 對 有那種不開的咧 好 會 會有少數一兩個不開 不開遇到這種 貝類 萬一有不開的 你就不要在這邊把它撥開 拿到你的盤子上面撥開 因為 它不開有可能 它死了很久了 這個不是說它死它就不開 不會喔 它 雖然這個東西如果說 我現在擺在冰箱裡面拿出來 都死了 沒關係 它的壁殼機只要受熱它就會收縮 收縮就會打開 那麼沒有開 唯一的可能 第一個可能是 它沒有受熱到 它壁殼機 沒有收縮 它沒有打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它根本裡面沒有肉 都是只有殺 因為 壁殼機都沒有了 都已經被 都已經爛掉了 那死很久了 裡面可能都是殺 都是臭的東西 所以 你要開的時候拿到你的盤子上面 開 萬一它是臭掉的 它如果說萬一沒有說完全受熱 那還好 萬一它是臭掉的話 你打開 整個 你們一定有這種經驗 整個臭的水 就流到這個盤子上面 你不是很倒楣嗎 所以拿到自己的旁邊去處理 處理一下 你看 這種機會不大 你看看 這邊你要找到一個沒有開的 還不容易 老師那你剛剛說到了一點 那它開了以後 它會有一些沙子 這個基本上沒什麼沙 很少 很少 這個要吃到沙子的機會不多 為什麼它比較乾淨 因為這個是人工飼養的 它的水比較乾淨 它不是在那個 對 不是在那個 那個 什麼那個叫什麼 潮溪帶 海邊這樣子 自己去採 對對對 不是那種潮間帶的那種地方 不是辣 蛤蟆那種在那種潮間帶 就可以很吸很多的沙子 很多的泥漿 喔 所以這個算乾淨這樣 乾淨很多 喔 那這樣吃通常也比較沒有 吃的時候沒什麼殺 沒什麼殺 對不對 從頭到尾都沒有吐殺這個農夫 其實不用吐殺 對 瞭解 要吐殺他們廠商已經吐好了 好 廠商幫他吐好了 好我們現在完成了這一道菜 叫做我們的 釋蕉草花格 就炒海瓜子了 再把你們關鍵重複一次給您 好 小火燜炒我們不加水 鮮味才煮 好 小火燜炒 對 完全湯汁就保留了 水汁很少對不對 很少很少 但是人家覺得要加多一點 讓它來那個好炒 它不是煮湯 對 那燜的時候你看到了 燜的時候呢 就不用一直翻動它 偶爾打開來 把味道炒一炒炒暈 就可以了 我想這是一個 很多人家裡這個 等於是家常的菜都可以 家常菜 要宴客其實也不錯 很多人都喜歡吃的 好 除了這個做完菜之後呢 來回答網友留言的問題 好 有網友在問說 韓式煎餅 這個麵粉 糯米粉 水的比例應該如何呢 麵粉的話 大概中間麵粉60克 你的糯米粉差不多放到40克 然後水 對 100 那水也剛好就是100 水是他們的 就1比1 1比1 對 水跟粉的比例是1比1 那麼粉的部分呢 中間麵粉你可以60克 可以70克 反正兩個加起來100就對了 然後糯米粉 那這個中間少跟多的優劣 和差別在哪 有的時候你中間如果說多一點的話 它煎起來就沒有那麼的脆 沒有 煎久了之後 把它煎到焦的時候 沒那麼脆 加了糯米粉煎到焦的時候 糯米粉會比較 相對來講會比較硬一些 比較硬脆一點 加糯米粉的話 更硬更脆 所以糯米粉多的話 反而就比較硬 但是糯米粉太多 你又不好成型 對 太多又不成型 所以比例大概在 這個中間麵粉大概在60克 60克 糯米粉40克 得起來是100嘛 所以就是這整個的比例 那如果你中間麵粉70克 糯米粉30克 也可以 水也是100 好 這是我們回答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煮泰國香米的時候 請問 這個米跟水的比例為何 好 一樣是1比1 就可以了 1比1 泰國香米 其實應該是1比1.5 但是你洗的時候 它會多少會殘留一些水 吸進去 吸到一些水 所以1比1 跟我們一般煮飯一樣 好 就因為洗的時候 它已經帶一些水分在了 對 所以你最後加的水呢 跟米的比例是一樣 是1比1 對 就可以了 這樣很好 一杯米一杯水 好 這第三個問題呢 粉蒸肉裹粉的秘訣 請問要蒸多久呢 就是我們粉蒸肉裹粉的秘訣 裡面有教說 要蒸多久 其實只要是用粉蒸的東西 你要蒸的比平常要爛 因為你要讓那個米 能夠熟透 熟透 對 所以如果說看你的肉有多厚 一般來講的話 你大概蒸個十五二十分鐘 都沒問題的 最少你都要蒸個十五二十分鐘 像一般那種 如果你用五花肉上肉那種肉片 像我那天用的是肉片的話 你蒸個十五二十分鐘都沒問題 好 蒸久一點 會比較好吃 喔 它那個粉蒸的料理 都是要蒸到爛 粉蒸的料理 沒有要蒸到熟的 就剛好熟 不是 都要蒸到爛 是 粉蒸排骨啦 肥腸啊 都是爛到那種 吃氣就是喔 軟軟 中化開來這樣 你不用怎麼樣咀嚼 然後那個米粒也不硬 也變軟香的了 好 所以這個蒸久一點都沒有問題的 那老師說了 一般的話是蒸個十五到二十分鐘 不然肉啦 什麼的大概都OK 除非你那個真的很激情很大塊 你都幾乎沒切 對 才要更久了 是 不然這個蒸個十五到二十分鐘一定熟 而且老師說了 蒸久一點其實還更好吃呢 是 好 這是我們給大家推那個 回答的三個問題 接下來呢 我們說了齁 這個年關要進了 我們楊桃當然也要這個 要有這個應景的書籍了齁 對 這本書叫做 排行榜的一百到年菜完整收錄 好 這本是我們的新書齁 新Q版的快樂廚房雜誌第083期 這個的話定價是99元 所以其實在這邊買外面買 因為不超過一百塊的 價格都會是一樣的齁 來看到這裡面的內容 圖片很豐富 像這裡面有 二十道把年菜變輕鬆的頭吃 二十道花小錢就能夠超豐盛 十七道素食的年菜也有 十四道飯店的精緻年菜 十五道團圓鍋物 十四道的年糕發糕 看到這裡面 所以它是排行榜 大概就是年菜裡面一百到 大家最喜歡的 對 分門別類的來介紹齁 所以我們來看到這裡面的內容咧 還把我們這個年菜的部分 有一些特別的食材 乾貨 對 乾貨的這個挑選 是 像什麼干貝啦 人參啦 然後栗子啦 竹參等等啦 這些都教大家怎麼樣來挑選 和怎麼樣來做 所以這裡面呢 第一個年菜的討價包 譬如說 一品香雞排 文昌雞啦 然後這裡面還有很多的西湖醋魚 好多喔 酒釀香甜蝦 大蒜奶油 這中式西式的也都有耶 對 鮑魚 蘋果 沙拉 吃好 好 這邊呢 這邊是真的你看 鮑魚 蘋果 沙拉 這還好 真的 酥炸雞捲 然後這個香滷豬腳 這個前面是這個年菜 然後再來看到素食年菜也有 都有都有 燈天章 炸素雞捲啦 素鮑魚啦 白果炒蘆筍啊 蠻愛吃的白果 所以你過年的時候你就買一個這個 炒菜頭 對啊 這裡就一百道耶 飯店大廚教你做年菜 很多人現在都會到飯店去聚餐 像現在不到一個月 聽說這個位置都已經差不多 有這個習慣耶 現在國人 現在都已經 訂不到位置了 要不然就兩種 一種是人家是預購年菜 一種是在飯店裡面吃 對 那如果說你都沒有 這是因為人太多了 家裡自己買一本書 全家包有魚 彩虹仙玉帶等等 這是什麼 馳名貴飛機 蓮子扣男排 再加上熱呼呼的一個鍋物 鍋物這邊有三菜 白肉鍋 人生雞湯等等 這有團圓鍋物 這個是比較低卡無負擔的 包括我們的鮮蝦番茄鍋啦 養生鍋啦 這比較對身體 這個真的 比較淡比較清爽 然後再加上 年糕八糕 紅豆糕八寶 黑糖糕 紅菊發糕 抹茶糕 全部在裡面 還包括一些習俗 我這後面還有小篇章咧 除夕啦 開鎮啦 銀材生 提供吸引力 元宵節 九十九戶 你還要做的攝操嗎 攝操 很澎湃 攝操 一百道完整收入齁 這個年菜這一本才99塊錢 在我們全省的一個書局 還有我們的大 大賣場以及便利商店 均有販售 是 楊湯網站上也可以買啦 但價格是一樣的 99元 請大家支持 廣告回來我們做第二段 我們今天的料理成功撇步要教大家的是 好 鮑貝鮑魚如何區分 欸 最後一次過年你可能會收到的 對 鮑貝鮑魚要怎麼樣區分呢 我來說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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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